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独的毒药无过于愤怒 称恨 最难受的痛苦无过于执着色身 最究竟的快乐无过于涅槃之乐 五戒十善才是开启我们幸福生命的钥匙 奉辞五戒十善将会使生命朝向清静 善良与光明 远离苦难与危险 使我们获得安定快乐的生活 五戒十善更是一本得生人天的护照 是成就人天福报的基本善因 几天菩萨曾经开释 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我们只为自己着想 而一切快乐的根源 而一切快乐的根源 则是来自于可谓他人为众生设想 简单地说 当我们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痛苦就来了 反之 若能够多为其他的生命着想 我们将能体会前所未有的愉快与欢喜自在 没有任何一个人遗失过慈悲心 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 都一直拥有慈悲心 未曾失去过 只要在一切时 一切处 实践慈悲 我们将会是世界上最快乐 最幸福的人 我们也将会是世界佛法 充满动力的菩萨有事 他人对我的伤害行为 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心态所认知的 看清他人伤害自己的根本 完全来自于自己负面的想法 当我们心中还怀有恨意时 就容易招感他人对我们的伤害 只要我们能够体认这一点 这便是生命中安乐的泉源 我们要确信 和平始于自心 若我们心存善念 不怀恶意 让自己随时保持慈爱 友善 那么和平的喜乐 才有可能伴随在我们生活左右 若我们心怀恶意 存有诡计 那么幸福与喜乐 也将离我们而去 佛界就是佛陀的行为 受持佛界能使我们的内心安定 也能够让我们保持决心与良知 以寻佛陀的境界 就是学习佛陀的行为 我们也才能够超越世间的束缚 与烦恼 获得究竟的喜乐 受持亲近戒律的目的 在于调伏自己的烦恼 如此 才是受持亲近戒律的标准 也是幸福安乐的根本 人如果能吃更多的苦 就越能获得丰硕的果实与成就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不吃任何的苦 而便有所成就 吃苦就像是良药一样 它不仅能让我们成长 还是成就我们幸福快乐的祝愿 我们要存有一种责任心 什么责任心呢 就是普世的责任心 就是普世的责任心 我们要对社会的祥和存有责任心 对国家的安定 对生命的平静 存有责任心 更要对万万无尽众生的究竟安乐 存有一份绝对的责任心 存有一份绝对的责任心 使者于日常生活中 保持喜悦的心情 使一切人皆是菩萨 要实时审查自心 检视自己的行为 是否符合正法 符合慈悲的动机 让心开朗 慈悲 时时欢喜 这是身为佛教徒 所应具备的魅力 消除生命的痛苦 佛陀没有办法改变众生的夜报 但是佛陀能够创造机会 让众生生起一份恭敬 良善的心 借由这样正面的心态 能让众生朝向光明而行 远离恶道之苦 随时保持着正面的心态 不管外在的境界 再怎么恶劣 只要我们不再抱怨 怒骂 不起烦恼 随时就可以改变命运 三世诸佛皆以苦为师 所以修行者也应以苦 来作为修道上的逆增上缘 感谢观看 如果没有病痛 没有生活上的种种苦受 谁会因此而希求出离呢 由于苦的刺激 我们才有探求真理与解脱的机会 因此我们不应惧怕痛苦 反而依勇敢面对一切逆境 以此真迹修行 印度的吉天菩萨曾经说过 世间最悲哀的事 莫过于自己伤害自己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受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受到贪 臣 吃 三毒的伤害 而一再地毒害自己 如果我们需求无上的安乐 必然要将心中的三毒 烦恼释放 使心安住于无所欲求的 寂静之中 生命的本质是苦 这个苦并不是他人给予我们的 而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也形成的 我们今天有幸听闻佛法 就应该把握每分每秒的时间 将身心完全投入修行之中 实时的意念正法 关怀众生 我们的心灵将会是 源源不绝的喜乐泉源 不管我们遇到再大的痛苦 都先不要去管它 理会它 先静下来 先放下它 可以先到佛堂或者道场 在庄严临近的细分中 沉淀身心 渐渐地就会发觉 智慧开了 办法有了 当我们在去面对事情时 就等了如何解决了 这是很自然的解决方法 因为天下并无真正的难事 释迦牟尼佛的降法 能让我们知道生命的苦 乃至了知苦因 而苦是由于我们的无名而来 要去除无名烦恼 才能达到极灭之地 无所挂碍的究竟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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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通过修道 我们必须透过修道 借顶慧的修持 才能消灭无名等贪 春痴的烦恼 内心的杂乱 防备与执着 才是使我们痛苦的原因 当我们执着的双手放开之后 不在唯一境界所影响时 自我防卫的情绪得到解放 那才是生命真正的安定 与安乐 灭苦的状态 就是灭盘的状态 灭盘就是无苦的状态 振得涅槃的圣者 就称为阿罗汉 阿罗汉已经消灭内心的烦恼 生命对他们而言 已是最后一生 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 已经有所超越 为此 我们应为灭除烦恼 无名而努力 无名而努力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又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针03-989-8787 03-989-8787 2022圣诞草地派对 音乐、工艺、市集、野餐 活动日期12月25日星期日 下午1点到5点 活动地点 新庄国民小学 南投县草屯镇新庄三路32号 精彩活动内容 圣诞派对 音乐表演 歌仔戏表演 草地野餐 跳蚤蚁卖 蔬食夜市 小农市集 做回馈社会的事 当日活动所得及募捐善款将全数捐赠 以发展偏乡教育 帮助弱势家庭 协助身心障碍及独居老人 让爱充满力量 用爱看见希望 主办单位 台湾 亭亭亚 偏乡教育发展协会 协办单位 南投县草屯镇新庄国民小学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新逢世家摩尼佛成道日 世尊成道日 佛子共祈愿 感念十方众 舒食共享宴 特举办神州中民祈福法会 即岁末联谊参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母是恩 1. 怀胎守护恩 2. 临缠受苦恩 3. 身子忘有恩 4. 烟苦吐甘恩 5. 悔甘旧食恩 6. 哺乳养育恩 7. 喜迪不尽恩 8. 远行意念恩 9. 身家体恤恩 10. 究竟怜悯恩 9. 累结因缘重 9. 今来脱母胎 9. 月欲深五脏 7. 七七六经开 9. 体重如山月 9. 冻指皆逢灾 9. 裸衣都不挂 9. 装进惹尘埃 9. 怀经十个月 9. 南产将御灵 9. 朝朝如重病 9. 日日四浑尘 9. 南江黄布树 9. 酬泪满胸襟 9. 汉杯告亲足 9. 违惧死来亲 9. 慈母生而日 9. 五脏总开章 9. 身心聚闷绝 9. 血流似土阳 9. 身以闻而见 9. 欢喜倍加长 9. 喜定悲欢至 9. 痛苦彻心肠 9. 父母恩身重 9. 故莲莫失时 9. 土甘不稍息 9. 烟苦不平眉 9. 本身腹被悲 9. 赞令海儿宝 9. 死母不死机 9. 母愿生头失 9. 姜儿已旧肝 9. 凉汝充饥渴 9. 罗秀眼风寒 9. 恩怜横费枕 9. 宠弄禅能欢 9. 但令海儿吻 9. 慈母不求安 9. 慈母向大地 9. 严妇配于天 9. 父宰恩同等 9. 父娘恩亦然 9. 不赠无怒目 9. 不嫌手足软 9. 但父亲生子 9. 终日席间连 9. 本世芙蓉直 9. 精神剑且风 9. 眉分心柳臂 9. 脸色夺莲红 9. 恩生催玉帽 9. 喜笛笙盘龙 9. 只为连男女 9. 死母盖颜容 9. 死别沉男人 9. 身离十亿伤 9. 子初观山外 9. 母意在他乡 9. 日夜心相随 9. 流泪数千行 9. 如缘弃爱子 9. 寸寸断肝肠 9. 父母恩勤众 9. 恩生抱食难 9. 子苦愿带首 9. 儿老母不安 9. 闻道远行去 9. 怜儿夜卧寒 9. 男女占心骨 9. 长食母心酸 9. 父母恩生重 9. 恩怜无些食 9. 起坐心相逐 9. 静遥易与随 9. 母年一百岁 9. 常爱八食儿 9. 欲知恩爱断 9. 命尽十分离 9. 母年一百岁 9. 常爱八食儿 9. 欲知恩爱断 9. 命尽十分离 9. 命尽地 9. 年久 heart 9. その国葦 9. 年代 9. と 大